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在运动状态的改变之下 所产生的另外一个很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 也是牛顿提出来的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 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A系统 这是一个B的系统 两个不同的系统 那我们假设A对B是一个作用力 那这边告诉你说 当这个系统对另外一个系统失利的同时 这是同时发生的 它自己因为这个失利的结果 它本身会得到一个反作用力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定律的一个内容 那比较常见到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叫划船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桨是往后划的 可是船会往前进 因为照理说的话 因为桨既然是对后失利 船应该会往后退才对 但是它是利用反作用力的关系造成船是往前进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边有一个大人 这个大人的质量是M1 我们假设它是100公斤重 穿着溜冰鞋 那在线上有个力去推这个小孩子 这小孩子的质量假设是25公斤重 因为大人用一个力去推着这个小孩 所以这个小孩当然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呢 当然是用大人推他的力 除上他本身的质量 就是25公斤重 那大人既然用这个力去推这个小孩 那因为推他的关系 所以自己本身也得到一个反作用力 产生一个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呢 当然是用反作用力 除上他本身的质量100公斤重 但是呢你可以发现 因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呢 是相同的 所以他们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会跟本身的质量成反比 换句话说小孩的加速度呢 比上大人的加速度 就会变成4比1 好这个单元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